這裡我們由頭來go through Linear Programming的概念 第一,Linear Programming其實我們有某些 Constraint 即是sum Constraint 那 Constraint是什麼呢? Constraint就是一些要求 即是一些要求或一些conditions 每一條 Constraint就會對應著一條直線 這裡就sum Strait Nines 這是第一點 所以如果你有四個 Constraint 那就是四條直線 那五個 Constraint就是五條直線 那根據呢 譬如shade在左邊右邊 就shade了一些region 那去到第二點呢 就是這些 Constraint 那 Constraint 然後呢 即是我們用Straint Nines 就是shade圖表示 那接著呢 我們就會斑了一些region 那它可能是一個多邊形 那有時候呢 就可能是一些旁邊的region 那 doesn't matter 那譬如說 可能我這裡有四條直線 那最後呢 就斑了一個這樣的region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那個叫feasible region 哦,feasible solution 就在裡面了 feasible region 那就是說呢 在這個框框裡面呢 的所有點呢 其實都是solution 譬如說呢 譬如假設 這裡 那些點 可能叫做37 那37呢 其實就是 fulfill到 就是你所要的要求了 即這個是其中一個solution 那可能呢 是46 46呢 也是一個solution 那有很多很多solution 在裡面了 那甚至說呢 你可能是小數點的 譬如2.8 然後是2.8 這個可能是8.1 可以的 那你有很多很多點 那接著下去呢 這一點就重要了 那我轉這裡寫綠色了 那我們不是只要找solution 我們想要optimum 就是我的optimum solution 那這裡optimum 我忘記了你有沒有讀econ 那optimum的意思就是 其實你想找最好 最佳 最正的答案 那很多時候MASC道理 你最簡單就是 你最正的就是 maximum 或者minimum 那depends on你 你看什麼situation 譬如你做生意的 那我當然是maximize profit 那反過來的 你做生意的 那你當然想minimize 那個cause 是不是 那所以depends on你想看的東西 那你就可能找maximum 或者minimum 那那maximum minimum 那怎麼找呢 那theory呢 就是在你的sillabus 就沒有學到的了 那theory是 maximum minimum 就一定是那些角落頭位的 那重複一次了 那就是maximum minimum 就一定是角落頭位的 那譬如說 那這裡有少許角落頭位呢 那所以呢 in this sense 就是譬如我當我 有個 那個叫objective function 那譬如說 objective function 就是 你究竟在看什麼 因為你的constraint 就是constraint 譬如說 我做生意 我有燈有火 我要 我要 給電費 給租 這樣 然後請人 那究竟請10個好 還是請12個好呢 好了 然後我的廠房 有 有1500平方尺 那究竟我用盡所有地方 還是用90%的地方呢 好了 我有三條production line 三條生產師 那究竟我開多少條 production line呢 現在他這期做口罩才算 好了 那這些就叫constraint 好了 那constraint完之後呢 接著你就要想objective function 你叫object是什麼 你想完這些constraint 你會為什麼 好 譬如說我想賺最多的錢 那我要決定 找多少工人 開多少條生產師 落多少成本去 譬如開多少燈 開多少機器 這樣才算 那接著objective function 就是我們的p 可能我們叫profit 譬如說 就叫做x加y加3 類似你問我那條 那這條objective function 出現之後 接著你就看了 那first method in order to optimize value 即你的objective function 這個叫做first method 那first method 那first method 就是叫做 是不是叫做 test 簡單來說 就是你測試這幾點 1 2 3 4 那接著 我免得再寫數字 雖然作也沒有說不行的 那譬如說 這個是1 9 隨便 那這裡是2.8 和4 那 如果不make sense 別管它 我隨便作 那這裡是10 40 那這裡是6 和5.1 隨便 好了 那有4點 第一個 method 就是test values 那就是說你濕了所有點 那我們就會逐個寫 add 19 然後add 就是40 40 那add 就是2.8 和4 和add 就是6 和5.1 那你就有4點了 那那個p呢 就是你照濕 收回xy 那就是1加9 1加9 加3 那就是13 那40 40個點呢 就是4加10 加3 就是17 那p接下去呢 這個就是2.8 加4 加3 就是11.8 那最後p呢 就是6 加5.1 加3 11 就是14.1 所以 turn out 就是 因為你的objective 你的objective function 就是你的objective 就是要找profit 那就是maximum 那你的maximum profit 就會等於 那你就去check 1,2,3,4 然後大便是17 那你不要理會17 那你不要理會17 那你做了一個product 你最多可以賺到17 那這個就叫maximum profit repeat了 那這個first method呢 就叫做testVertest 那它根據theory呢 就說你的maximum minimum value呢 一定就是這些 那些角落頭位的 那 然後你check 這四點呢 那你就會出現到 那個maximum profit 那就是17 那然後呢 那跟著呢 剛才我們就說呢 它裡面不是很多 就是這些點的 其實這些都是possible solution 來的 但是呢 你check 譬如說 你對回那個project function 2.8 加8.1 再加3 這裡是10.9 即是13.9 它們不會是maximum minimum的 它們一定是 some values between minimum 和maximum 那所以這些 這些中間的點呢 其實就 在我們的角度 就沒有什麼意思的 因為它achieve不到maximum 它只是代表一些possible solution 那這個OK了 那但是呢 但是呢 這個很實際的問題呢 解決不了的就是 數學還數學 那它只會找到一個最佳的答案給你 你想要maximum 就check 那就是4和10 好了 你找如果價錢的minimum 那就11到8 就在2.8和2.84 這個點 這兩點呢 就給你maximum minimum 那但是 但是practically 不可以的嘛 那譬如說 如果XY是代表 X是代表人數 Y是代表機器的數量 即開幾條production line 那它不可以小數的嘛 你不可以2.8 你不可以5.1 那就是說 那就是說 在theoretically 2.84是minimum 5.1是 某一個value 但是 在practical的角度 你就不能夠 去fulfill到你的實際條件 就是我必須要XY整數 重複一次是XY整數 這個是on top of math 你要求所得到的東西 那就是說 這個testVertice的method 有一個缺陷了 就是它解決不了 快來一些很獨特的condition 尤其是integer 而這個就是很多時候 在long question 或session bit 經常都會出現這個情況 那就是說 那 那 聽清楚了 如果你的Vertice 是出現了小數 譬如這條 一出現小數的話 那你就沒有辦法了 你就必須要用 那個2nd method 開個sum page 那 那 就是 situation 就是 等一等一等 好了 situation 就是 sumVertices 我寫得很笨 就是 anotintegers 剛才你看到有兩個例子 就不是了 那 而 but unit 就是你要求 或者題目要求 unit xy to be integers 那 在這種情況 你就可以升升了 那你就要用 need to use 就是second method 這個叫做second method 這個叫做second method 就 call 什麼叫sliding line 就是名字 沒什麼所謂的 就是sliding line 那 slide那條line according to p等於 x加y 就加3 就是這個situation 那 這個就是sliding method sliding line 那 什麼時候用呢 就記得這個start 所以 原則上 我印象 可能九成的題目 其實你task for test 就是 濕掉點就可以了 那 唯一這種情況 你就需要去拖線而已 OK 那 接著下去呢 拖線呢 另一個問題就是 喂 那我這條線怎麼畫 這個 因為你有三個眼鏡畫不到的嘛 那 那個原理呢 就是 那個idea就是 你畫一條線的時候 你可以draw 就是draw x加y加3 等於k for any constant for any constant k 就是什麼都可以的 其實沒有所謂的 總之這個p就ignore了先 那 你的main point呢 就是你要畫這條線 那 等於什麼都好 等於0也好 等於什麼都好 那為什麼呢 你等等 我畫幅圖給你看 就明白了 OK 那麼繼續吧 那剛才說到呢 我們的objective function呢 就是p 就是x加y加3 等於0 那如果要draw的時候呢 其實我剛才說 就叫x加y加3 等於k k是什麼都可以的 for your convenience 那為什麼呢 就是 比如說 你看到左邊的column 就要給你看 我畫了什麼線 就是哪條線 那我們start from 比如我start from x加y加3 等於0才算 那你看到呢 就是圖中指示那條線 那我highlight了 as in blue 那你畫這條線的時候 就畫到啦 沒問題啦 那 那跟著呢 因為你到最後 那條線都是slide的 譬如說 這條線呢 你最後都是 向上掃也可以 向下掃也可以 總之都是要掃 但是掃的時候 其實你要掃到另外一些choice 比如說 你掃下去 這條紅色線 那這個叫x加y加3 等於1 是不是 那或者你掃到綠色的位置 x加y加3加2 又可以 那跟著呢 那這個呢 紅藍綠呢 你就會出現了情況 其實你說哪條都好 你去slide的時候 即是你移動 左移動 右移動的時候 其實會移動了另外一個choice 比如說 原本你pick是加0 那你一開始是藍色的那條線 那你移動過些 原來你已經去回 等於1那條線 再移動過些 它就等於2那條線 那就是說呢 其實你掃的時候 其實你掃 x加y加3等於0 也沒有所謂 x加y加3等於1 也沒有所謂 x加y加3等於2 也沒有所謂 因為反正你都是推去推去的 那到最後的問題 就是你究竟 究竟畫線的時候 那你畫誰好 就是你那個k怎樣pick好 那很自然地呢 你就會pick加0等於0 那你就要畫一條線 那但是呢 在某些情況 有時候 那個k 如果你選擇好一點 會容易做一點的 那跟著這裏呢 就 因為呢 條線都比較簡單 那所以其實呢 你譬如說 在這條題目呢 如果你選擇 draw x加y加3等於0 那你就會start from 藍色這條線 那你就會推上推下 就until你找到 your maximum minimum function 那或者是呢 如果你選擇另一個choice 咦 不是啊 我想弱走了那3 那你便會選擇 draw 就是x加y加3等於3 那也就是說你畫 就是x加y等於0 那你便畫了綠色那條線 那這次呢 你就會變成推上推下 就in order to 就找個 maxima minimum function 剛才說到呢 就是你畫那個 objective function的時候呢 有時候 K有些獨特的選擇 那譬如呢 以這個例子為例 那如果一個p呢 譬如說 是等於368x加6000y 那如果你慣性地呢 就當K是0 那就是 draw 368x加6000y呢 等於0的話呢 ok你約了它 除12就3 除了 除掉兩個0 就是36x 加60y 就是0 除12就3x 加5y等於0 那你畫幅圖很難畫的 因為你3和5 它兩個是 叫做什麼 Mutually prime 就是你很難 你除非用分數 否則你很難選擇 一個x和y的 那 in this case 但是還有你圖 你很多時候 圖不一定很幼細 就是1 1 2 3 4 1 2 2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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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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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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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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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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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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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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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1 2 3 4 2 2 4 4 4 2 4 4 4 5 4 4 4 5 4 這些是弱的選擇 如是者這個叫做K等於18000 Kind of就是Best或者Better Choice 所以很難一概而論你的K要怎麼選擇 但很多時候的原則就是 我會選擇它是LCM 然後令到這條線 最後你要畫的線是容易畫的 到最後回到剛才的例子 我找了Blend那份 主要是如果題目沒有特別要求 即是你real numbers就可以了 還有real numbers 即是你XY沒有所謂的 什麼都可以的 那就OK了 因為你本身的feasible region 已經寬了三個人 所以在partA那裡 any methodOK 即是我用最簡單的 TestVertest Method 你的presentation記得 不能偷懶的 一定要逐點逐點試完 這個要-1-2 而p就是負3-2-3 就是負2 跟著 add這個叫做 2 2.5 0.5 然後p就會是7.5加0.5加3,即是11 最後呢,就add這個叫13 p就會是3加3加3就等於9 所以你現在是找maximum minimum,那你就要check maximum 11,minimum就等於9 那就搞定了 那之後的重點就是partb 因為partb就是剛才提到,如果你有一些special conditions 不,不要用conditions,special requirements 即是你有一些很特別的東西要求 譬如現在要integers,或者有時候要positive integers 如果positive integers死,你會看到這點已經死了 那如果你純粹是integers的話,這點已經死了 那如果你只要有1點,即是原本這3點就是 那個叫optimum value,where the optimum value lies 那你只要有1點死了,即是這個dd已經死了 那這個test-wertis method已經不可行 那in this case,就因為有這個special要求,即是special requirement 那你沒辦法,你只能夠draw那個optimum function出來 然後draw3x加y加3 那剛才說了,這個呢,你選0不0就沒什麼所謂 那你選什麼數都可以,選0也可以,選3也可以 那你只要up to you,那你只要up to you 那你只要up to you就沒什麼所謂 那我對上那次的note,即是你送給我一幅圖 那我選了3,那譬如我今次選0,看看會不會做到 那選0的話,即是3x加y就是-3 那你可以選一些簡單的選擇 譬如x是-1,y是0,那x是0,y是-3 那你見到呢,這點已經畫不到,是不是? 那你當然可以嘗試找其他choice 那但是,發覺很難畫的 那所以的話,你見到這個就形成了 為什麼我上次回走去用等於3個情況 那如果選擇等於3個情況,那這個情況應該會有很多 那我試一試 那接著就是3x加y就是0 那再畫幅圖的話,即是x是0,y是0 x是-1,y是3 x是3,不行,這個不是good choice x是1,即是要-3 "'0,0,1,3,1,2,1,3,1,3,4,6,6,6,7,6,6,7,6,6,7,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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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選擇找另一個choice 例如0.5,然後-1.5 0.5-1.5 如是者你就可以畫到這條線 我沒有選擇的,我畫得比較酸 約兩 就是這樣,這個叫做3x加y等於0 你見到這個情況是這樣,K總共一次選什麼都可以 畫到就可以了,在marking scheme 其實印象應該是一分 你還要畫圖,記住 所以maximum add 在哪裏 maximum add 呢,你條線就在左右推,向上推 向下推,找maximum minimum 推到某個位置,你就會拿到maximum minimum 另外呢,有一點technique,在推之前 很多時候我會選擇 就是highlight了某些 那些maximum minimum point 譬如說,因為你現在要integer 那就是要21 1,1,1,2,1,3 都可以 然後最後一個點不行 即是10都可以 那你就會畫下這些線 那你推的時候呢,即是推了這條線 那你就會推到哪個交叉位 最盡的交叉位,就是maximum minimum 所以你最後就maximum 就是21 那就是p呢,就是6 加1,加3 那就是10 那minimum呢,你推回 然後呢,就去回原本 就是possible那個位 那minimum add 即是沒有變的 那就是13 那p呢,我不算了 那就等於9 那我就走了